不过提到停马被称为这个马有有的企业家 还有接下来这一位 玉龙集团昨天在新店总部举办了尾牙 执行长颜凯泰 他就秀出了自己的HTC手机 直说这是一个好品牌 泰要没有中奖的员工 心情要和他在大选那天一样好 他对马英九的支持毫不掩藏 不过学者担心企业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不得不表态停马 如果下次中国要台湾的企业家 出来讲接受一中 将对台湾的利益会有重大影响 高歌一曲谢谢你 玉龙集团半尾牙执行长颜凯泰 心情实在有够好 希望抽到奖的人能够很开心 没有抽到奖的人也能跟我一样的 像1月14号晚上一样的开心 谢谢 对外界牺牲为马游游的颜凯泰 不会演马总统顺利连任 让他很开心 不只停马 连因为停马风波不断的HTC 也大大称赞 我喜欢HTC 你们这是我女儿的抱态 我没有 我爱 这次选举企业家停马 大方表态的除了颜凯泰 还有包机在员工返台投票的 鸿海郭台铭 力挺九二共事的台宿王文渊 长荣 张荣发 润泰 银眼梁 联电 薛明志 细品林文博 以及宏达电 王雪红 不只选前站出来 选后还有人继续表态 看在学者眼里很忧心 这些停马的财团企业组 都是在中国有庞大的个别企业的利益 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他们有企业利益以后 他不太愿意发表跟中国不一样的言论 所以中国这次叫他停马 他会停马 但是我们大家要想想 中国假如下一次要这些财团出来讲 要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或是要台湾上政治谈判桌 我想这个时候对台湾利益的影响就很大 担心这些台商企业被中国掐住命脉 不只影响选举 连台湾未来都得受中国左右 女士行